今天应该是第十次上课 上一次上课的录影 一定要在公告区里面 所以细节部分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我们期中之后到期末 重点慢慢会多一些程式的部分 所以我们期末报告的部分的话 当然跟期中报告最大的差异 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多增加一些 像那个录制聚集还有VBA的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难度会比 那个期中报告之前还要更难 因为函数啊 数据分析表数据分析图 其实算是比较 如果比起来的话 算是只是操作 那那个录制聚集跟那个VBA程式的话 那当然就必须要自己 自己要懂得一些设计的方法 所以呢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个 这个外币汇率这个资料下载的这个范例 这个我有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连结啦 所以你们稍微看一下 那最后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把那个数据啊 把它图像化啦 那当然最好因为这边总共 它提供给我们有十种的那个汇率资料 那假如说呢 十种的汇率资料 我希望可以把它画 不只是画出来 而且自动画 那画的位置啊 恐怕要排整齐 那当然最简单就是从头排到尾 第一栏就放第一个 第二栏就放第二个 一直在一推 所以呢 待会可能会需要几个按钮啦 包含就是也许在 这上面我希望呢 把按下按钮呢 自动帮我把那个资料从那个 就是这个开放平台上面 把我直接下载下来 另外的话可以绘制一个折线图 也许要美元折线图啦 人民币折线图 一直在一推 那再来的目标是希望把全部的折线图都画出来 那所以呢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网址啦 这个网址你们可以从那个开放平台上面 很容易找到啦 这个资料应该还蛮一般的 因为你只要有出国啊 旅行啊 或者是买国外东西的话 通常会用到那个外币 那外币部分的话呢 当然了 开放平台上面有一个资料 每日外币参考汇率 那这个资料的话是一个CSV档 OK 所以呢 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直接就 放到那个 CSV里面啊 当然有几个方法啦 如果你讲是下载之后再打开 那可是问题是它这个资料啊 每天都会更新 所以如果每天更新的话 变成你每次点一下下载打开 那当然如果你明天一样 那变成说你的资料喔 它会没有办法连贯 也就是你之前做的 你变成要重来了 因为你重新一个新的档案 你要重新再来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喔 我们将来会希望说呢 可以在这个Excel上面喔 直接就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的话呢 资料就帮我更新成最新的 OK 那怎么自动去更新这个资料喔 那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喔 这个外币的这个资料 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除了说更新频率之外 其他的话 这边还有个检视资料 里面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它给你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的话就是说呢 在主机上面放那个CSV档案的位置啦 所以其实你可以第一个喔 这个是一定会用到的 那第二个的话是编码的格式 编码格式的话呢 因为它是BIG5啦 所以好像我们前面有用过 下载其他的资料的时候的话 只要是BIG5 像那个什么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 它也是BIG5 所以记得喔 BIG5的话呢 将来那个编码方式 它有一个号码喔 BIG5对应的话就是950 那如果假如说呢 它是UTF8 那你可能要改成6001 那目前最常用到的 基本上就这两个喔 假如说呢 它是用那个Windows 就是微软的系统做出来的 大部分都会是BIG5啦 OK 那如果假设你是用那个Linux 或者是你用Mac做的 大部分都UTF8啦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假设已经知道 这几个讯息之后的话 我希望能够撰写一个 爬虫层次喔 直接就把资料爬下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喔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其实把它贴过来就好了喔 贴过来之后RUN一下 它其实资料就下来了 那注意喔 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完成的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也许开一个空白的回页簿好了喔 假设我们重新再来过喔 那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在那个开发人员的地方 点一下 开发人员这个你可以 可能要自己打开啦 开发人员打开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把那个Visual Basic 点击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喔 你在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话 我把刚刚这个把它关掉喔 你打开Visual Basic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那个 在这边写个程式喔 那这个程式的话 因为复杂度比较高啊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 有提供给各位一个范本 你就直接把这个范本喔 从Sub到EndSub的部分喔 把它复制一下喔 那这个是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四个单元 找到那个外币资料 汇率资料下载 与 汇制则线组之一喔 是之一的部分 第二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范本 你就把这个范本直接Ctrl-C啦 不过这个范本其实之前应该有用过啦 那 主要是利用那个Creditable物件 它可以帮我去把那个 云端上面的资料给下载下来 那所以呢 接下来呢 你就是 先开一个空白的活页簿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记得喔 如果以后要写程式的话 记得一定要写在那个模组里面 所以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一定要先插入模组 再把刚刚的程式贴上啦 那贴上之后的话 只要给他两个资料 所以刚刚的程式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 他的资料是Big 5 所以请你把那个什么 Petform 红色这个字后面加950就可以了 表示说呢 我希望下载资料的时候呢 帮我用那个 编码方式 就是用Big 5的方式 那就不会乱嘛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65001的话 你下载之后那个资料会是乱嘛 那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就是在这个 这边有一个上面有个参数叫Test Test后面有个分号 那请你把网址贴到分号的后面 记得喔 分号跟双引号之间 记得不要贴错了 贴错的话这个 很容易出错就是贴错位置 贴的话呢 记得你在每日外币 有没有这个地方的那个什么 检视资料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检视资料 它有个资料下载网址 那你把下载网址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OK 然后呢再把它贴到这个Test 封号的后面 记得喔 封号后面 不要贴错 贴上 那贴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贴的时候顺便再看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从那个网路上下 就是复制的时候 好像它有时候会多一些空白 如果你假设有空白 记得一定不能有空白 如果假设有空白 你可能要把它删掉 好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步骤不多 那我们就已经完成 有一个Sub 叫做资料下载 做两件事喔 记得喔 就是先把模组先 插入模组嘛 然后把范本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加入950 有没有 跟贴上这个网址 好 这样就OK了 OK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喔 直接在这个地方上面点选那个执行 它就会直接去抓那个 主机上面的这个CSV档 那并且帮我直接放在 Arange A1 所以这边有个Distination的参数 就放在A1 意思是说 下载之后放在那个位置 好啦 我们来试试看啦 有没有把CSV下载下来 有了 有没有看到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地方喔 它已经帮我把那个 整个资料爬下来啦 所以以后呢 假设你要爬的资料 假设是CSV的话啦 其实说真的 这个QRIDABLE 应该是最简单的 而且它的那个 困难度我觉得 甚至比Python里面的 那个Request 那个模组 简单很多 如果你有用Python去抓 资料的话 那其实喔 导不如你干脆 如果你只是 你资料本来就是要放Excel的话 那导不如直接用VBA 我觉得比较快啦 不然你假设用Python 你爬下来之后 你要存成Excel 哇 那这个复杂度真的太高了 好 那第一个 我们资料已经下载了 所以爬从大概就先到这边 好 第一个哦 资料爬下来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希望画图啦 那画图你会发现喔 那理论上画一个折线图 通常会需要两个栏位的资料 一个栏位是日期 一个栏位是他的汇率 刚好这个AB两栏 所以如果假设要画一个图 那画什么图 画折线图 那可是问题哦 那我要怎么画折线图 当然你先把范围选起来 A1一直选 选到哪里呢 选到B的38 按Ship的线把它选起来 那意思是说呢 我这个范围就希望拿来画个图 画什么图 插入里面有个折线图 你可以找到那个 插入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有没有看到一个高高低低的 一条线高高低低的 这个就折线图 那我假设希望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还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我直接点那个 还有资料标记折线图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它应该是画出来结果 应该正确的应该是 这个我们云端白板上面看到的 这个图才对 它的那个 S轴 横轴部分是日期 纵轴部分是汇率 但是你会发现哦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结果 奇怪 怎么不对哦 日期 它变成是数字耶 那纵轴变成是一堆的 也是一堆数字 那你会想说为什么结果会不对哦 那跟各位讲哦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 其实如果假设你画出来的图哦 跟你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资料 有没有错误啦 那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日期部分哦 诶 明显哦 有点问题哦 在e-sale里面的日期哦 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哦 在e-sale里面的日期的话 理论上会需要年月日中间一定要斜线 但是呢 它给我们的日期格式哦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呢 它实际上 我们虽然哦 我们看得懂 但是e-sale看不懂 e-sale其实说真的 他看不懂 他看到这些以为是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他以为是数字 所以把那个 这个轴哦 当成是数字来呈现 他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是哇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千万耶 他把它当成两千多万来看待 所以他画出来的图显然不对 所以呢 如果假设哦 你要让他变成正确的横轴日期 那你需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修正日期 哎 那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修正这个日期啊 有没有 而且很简单啊 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哦 你在年月日中间插入两个斜线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问题要怎么样插入这个斜线 那不是 你说那自己手动手动做吗 我手动加一下 OK 可是问题你手动加的话 这边总共有 好像三到三十八 等于三十七个资料 你必须你要自己来嘛 那你加一下 Enter一下 你必须你要加 你做一个 他就帮你改一个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啦 可是问题有三十七个 你总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来嘛 所以呢 假设你不要一个一个慢慢来的话 一个慢慢来做这件事 那应该怎么做 我记得好像新版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做了一个功能 他会自己记得你做的事情 帮你重复做上面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全部填满 如果有这个功能 当然更好了 可是问题目前看起来好像 没有的话 那你要想办法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先把什么 把那个资料 要从我们的网路上面把它下载下来 从那个 政府的开放平台下载 第二个的话思考 就是绘制一个折线图 那这个折线图 因为日期格式不对 所以要把日期里面的资料 把它修正一下 OK 那 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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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